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近日前往了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 扎坡罗热来视察前线的部队 而当地的州长就表示这里有大约六成的领土都已经被俄罗斯给占领了 而甚至呢俄罗斯也已经开始在这里呢发俄罗斯的护照了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泽伦斯基啊也去探访了马利波的难民 一方面呢是悼念死者 另外一方面是帮大家加油打气 同时他也发布了影片对大家喊话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必须要快点结束 只不过战争真的有这么快就可以结束了吗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俄罗斯先前就声称已经是快要掌握了北顿内茨克的一个地区 但是乌军不放弃不断的在进行反攻也收复了领土 就有消息指出其实乌军现在努力之下 已经是成功收复了五到九成的北顿内茨克地区了 只不过呢现在面临到一个战事的情势发展 北约的前统帅就认为未来几个星期很可能又会有新的战场 因为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海岸线不让乌克兰的粮船通过 但是呢粮食贸易对于乌克兰的经济非常的重要 也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粮食供应 西方各个国家在护航粮船进出的乌克兰的一个时候呢 也可能呢会在黑海来开辟新的战线 而我们来看到战争的一个情势是不断的在改变 除了交战的一个地方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战场之外呢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一开始只愿意提供防御性的武器 但是随着俄罗斯慢慢的来逼近西方国家现在也改变策略了 开始向乌克兰来运送更多的一个攻击性武器 先前呢美国方面就表示已经准备要运送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 也就是海马斯 这个消息一出啊立刻遭到俄罗斯的普丁来反对威胁 表示说我们将会轰炸新的目标 但是如今呢英国方面也有大动作了 决定不管俄罗斯的威胁 向乌克兰要提供M270多管火箭系统 同时呢也让乌军要前往英国来进行训练 好事实上呢讲到了这个火箭系统 射程大约是80公里 而且可以瞄准攻击乌东城市的俄军火炮 但值得注意的就是啊他们还是希望不要打进俄罗斯的一个境内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了立刻再次还以颜色 二军昨天发射了巡弋飞弹以极低的一个高度 飞过了位于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的核电厂 持续的威胁到核电厂的一个安全 同时也对全世界带来了核灾威胁 就连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也再次的被攻击了 基辅周边有很多的设施全部都被袭击 这也是基辅从四月底以来首次的被俄军飞弹大规模的一个攻击 好虽然说俄罗斯方面是宣称啊 是击毁了由欧洲国家提供的战车以及装甲车辆 但是乌克兰方面立刻来反驳了 表示飞弹明明就是瞄准基辅东部的铁路车辆维修设施 但是在当地根本就没有军事设备 俄罗斯总统普丁难得接受媒体访问 一开头就先警告美国千万别轻举妄动 没想到话才说完 基辅随即响起空袭警报 市区窜起农民烟雾 基辅近郊同样难逃一劫 哈尔科夫地区更传出乌军使用白领弹攻击平民 就连乌军地区战事也是持续扩大 好几栋平房民宅被移为平地 剥离碎裂散落床户 老人家哭红双眼 无奈脚步方便难以离开 俄乌战火绵延看不到尽头 教宗方济各曾表态有意前往基辅 更多次呼吁俄罗斯手下留情 尽快让正式落幕回归和平 在新闻黄澄宇报道